哈喽大家好,我是普尔文 前两天我那个做茶剧的朋友叫我去他那里喝茶 今天刚好过来仓库这边拿点茶叶 现在准备去他那里喝杯茶 刚刚我在翻仓库的时候看到一泡有点特色的茶叶 就是这个麻黑小叶种古树 我记得这个是去年的春茶拿回来的茶样 现在我准备拿到他那里去试一下 我现在已经到我朋友店里了 里面喝茶 那我过来喝茶 好好 带了什么好茶过来 你不是说想要喝义武茶吗 带了一泡你可能没有喝过的麻黑 还是我来泡吧 泡茶我可能比你专业一点 茶剧你是专业的 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麻黑小叶种茶叶 其实我也是去年偶然才碰到的 这个调索看起来是真的不太好看 其实这个茶叶是我去年在做麻黑古树的时候 刚好碰到茶农在挑这个茶叶的黄片 我当时就问了一下他他说这个是他们家的小叶种古树 其实在此之前我都没怎么听说过麻黑有小叶种古树 一般说义武那边小叶种古树 基本上说的都是乙方的小叶种 他说他们家有几颗 这种小叶种古树的茶 每年都是有一个客户全部订做了就几颗树 然后我当时就叫他拿了几泡茶叶 这个汤色还是成金黄透亮的 这个香气跟麻黑古树的蜜香 还有那种焦糖香还是有点不一样 他这种是更以清香为主 但是他这个挂杯香还是非常好的 我们都知道麻黑古树的口感是以柔和出名 但是路口却是十分的饱满 隐隐的柔和之中带着一丝丝的强烈 但是这个麻黑小叶种古树 路口却是十分的柔和 饱满度跟麻黑大叶种古树比的话 确实是不足 但是他这个韵味也是非常的好 回甘生金的话也是十分的迅速 其实这几年麻黑落水洞的茶叶确实是有点难做 口感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除了说这两年干旱天气影响之外 这种采摘过度还有之前受矮化古树的影响 清味 它就是 今年 当的时候 它压出来之后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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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叶底看起来是不太好看 而且有一些是有点红叶 去我朋友那里找一套旅行外出石泡茶的茶具 之前我是有一套 然后被打烂了 这些都是外出旅行时可以方便携带的茶具 这个有没有包装的 有的 我感觉这个还是大了一点有没有更小的 这种是盖碗形式是吧 这个还可以 这个一套里面就是一个盖碗 一个公道杯 四个茶杯 这种是不是手绘的 是手绘的 这种是手绘的杯 感觉还可以 我喜欢这一套 这种比较小巧 如果是外出旅行携带的话比较方便 因为我平时喜欢用盖碗泡茶 这个非常小巧 这个可以 这个我喜欢 好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买了一个旅行套装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点关注点个赞评论一下 谢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